伪装了十二年的绝世骗局 不想骗市长的骗子 不是好骗子 这位敢于骗政府和教皇的胆肥仔 古练米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 十二年前 他自从遭遇了一场车祸 导致他瘫痪后 从此他如愿一场 终于坐上了轮椅 享受着国家的福利金 还成为了著名的活动家 受到了教皇和市长的接见 可谓是名利双收 然而这一切 就连当年的车祸 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十二年前 古练米刚刚满四十四岁 无论是精力身体都很棒 他只要和大多数正常人那样 通过劳动自力更生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古练米才不想这么辛苦的活着 他总想不劳而活 可是当乞丐太没尊严 去投去抢嘛 要犯法坐牢 他甚至也冒充上流人物骗吃骗喝 也曾被识破 而被追打得抱头鼠窜 无计可施的古练米 只好继续做他的苦行僧 一天 因为上班时间偷懒 古练米又被老板炒鱿鱼了 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 看到邻居布鲁托 摇着轮椅正去广场上遛鸟 古练米望着布鲁托远去的背影 忽然心生羡慕 看他们这些残疾人生活得多悠闲呢 不用劳动 享受着政府的福利金 衣食无忧 如果装成残疾人的样子 什么都不做 不就能坐在家里 从政府那里拿钱了吗 古练米的脑中灵光一闪 但他是个正常人 一下子突然变成残疾人 他肯定会惹人怀疑的 古练米绞尽脑汁 终于想出了一个制残的好方案 就是装成因为意外而制残 比如不幸遭遇车祸 接下来 他需要一名同伙 跟他合眼一出息 古练米马上就想到了 合适的人选 他的室友 此人租住在他的房子里 但是没能按时交房租 已经欠了他一些钱 古练米对室友提出了 让他帮忙的事 如果同意帮忙 欠的房租就一笔勾销 面对金钱的诱惑 室友也决定铤而走险 这天 室友开车在大街上行驶 就像两人提前排练好的一样 古练米横穿马路 正好走到了室友的车前 他们一个假装避让不及 一个假装来不及踩刹车 虽然压根没被撞到 但古练米顺势往地上一躺 装成被撞得不轻的样子 古练米成功地变成了 交通事故受害者 之后的事也算顺利 古练米想办法 伪造了医疗文件 在文件中 他把自己写成 因为车祸导致瘫痪的残疾人 失去了行走能力 政府在审核残疾人福利时 会对残疾人定期探视 就是为了防止骗福利的情况 为了能逃过 政府工作人员的眼睛 古练米绞尽脑汁地 想各种办法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每次工作人员到访之前 他为了让自己看起来 更像瘫痪患者 无法行走 他会给自己的腿 注射麻醉剂 使肌肉僵硬 无力 还接受痛苦的物理治疗 把不知情的人 都蒙在了鼓里 每次只要他出家门 他必定坐轮椅 久而久之 古练米是残疾人的形象 就变得根深蒂鼓 就连和他关系很好的朋友 都以为他真的变成了残疾人 就这样 古练米凭借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以及后续全套的表演 成功地骗过了政府的工作人员 政府也认可了他的残疾人身份 每个月都给他发放福利 古练米终于过上了 不干活也能赚钱的日子 他用坠笔钱 雇了一位家庭护理员 照顾他的生活 他家附近的停车厂 也允许他使用残疾人停车位 和残疾人通道 真正残疾人能够享受到的待遇 古练米也享受了一个遍 都说做贼心虚 可是古练米觉得自己的骗术 特别成功 也越来越自信 出名要趁残呢 精明的古练米可不想 就在轮椅上这么频繁地做一生 他甚至开始主动拨眼球 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他 好赚到更多的钱 凭着没残疾之前 就练就的一身骗疾 他冒充议员 副部长 警察 某将军的朋友 开始频繁地出入上流社会 成为了佛罗伦萨当地的 残疾人 权力活动家 古练米因为抗议 佛罗伦萨民主党 阻止他在地方选举中 行使宪法权力 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还上了当地的报纸 成了名造一时的公众人物 甚至受到市长的接见 这种做出名利的生活 不仅让古练米欲罢不能 而且贼心更加的膨胀 他又想借教皇的权威 博取众人的关注 于是 他给当时的教皇 弗朗西斯 写了一封改人肺腑的信 没想到教皇亲自给他打电话 还邀请他转年去梵蒂冈见面 古练米果真坐着轮椅来到了梵蒂冈拜见教皇 还拍下了他前程亲吻教皇双手的照片 事后 他把拜见教皇的照片放到了脸书上 因此收获了更多的关注和捐助 古练米这一惨就是十二年 这十二年来 他都没露出什么破绽 这让古练米放松了警惕 他出门坐轮椅 到家就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没想到 这个蛛丝马迹 被他的一位护理人员发现了 到有关部门 把他给举报了 2018年10月的一天 他刚从多哥度假回国 乘飞机降落在佛罗伦萨机场 当他自己靠双腿自如地走下飞机闲踢 准备去取机场旁边车里的轮椅时 被警察逮了个现象 十二年来 他光骗政府的福利就是13.7万欧元 约合103万人民币 但是演技再好 假的也真不了 不劳而获 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一场美梦 古列米势必会为他行骗的12年 付出应有的代价